今年春晚应该说造了个笑话 就在春晚之前 山寨版 这版那版到处比较多 那大家对春晚本身的说辞也比较多 这次说辞的不是后面的评论 而是一开始就跟他说不 结果国内包括有报纸对此事也有评价 北京的新京报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新京报的题目叫 婉聚春晚成为时尚 文章他上来提到就说 与往年不同而主动或者说 委婉拒绝参加春晚的演出的大腕们 比比劫势 他提到了黄小明 陈好 包括范伟 甚至连林妙可都以作业太紧张之词 拒绝了春晚 文章后面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他说无论多么委婉 他暂时拒绝就是拒绝 他说遥想当年大叔赵本山了 赵本山大叔还提着茅台送礼为了进春晚 当时春晚的总编是总导演 想杀谁就杀谁 想封谁就封谁 今年变成大家伙一块不理他 不跟他玩了 改封他了 那这种现象呢 文章当中是这么评论的 他说总之到了09年 他说央视对国人的这种除夕娱乐活动的垄断地位呢 已经发生动摇了 在春晚当中呢 原来李古一一直唱的一个歌 就叫《难忘今宵》 这个歌呢 我记得从我第一次看春晚呢 几乎年年都有 而且大家呢 一起唱叫《难忘今宵》 结果就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 网上出了一个把它改编的 叫做《难熬今宵》 唱的比当年李古一还好听 但是呢 好听是好听 听听那词呢 全是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难忘今宵》 《难熬今宵》 好惊笑 永素地烈予无聊 几十年来一个调 与人间大喜闹 大喜闹 与人间大喜闹 与人间大喜闹 难尔今宵 难尔今宵 虚情假意与沙笑 可知麻烦来一趟 不如去睡大觉 睡大觉 不如去睡大觉 不如去睡大觉 告别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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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天了 明年传来 中公道 青山在人为老 人为老 中公道 人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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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wouldn't you